劉淑儀館 浩明 何君堯 這六位準備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先請律政司司長 幫我們簡介一份文件 然後再請 司長 司長 多謝主席 Hong Kong says telegram should be prohibited by Article 23 proposal Hong Kong says signal should be prohibited in Article 23 proposal 接著我收了很多恐慌性的回應 包括有迪拜的朋友 問我是不是Youtube 和Facebook都 banned 有人說他的子女不回來了 那些優才不來了 當然絕對沒有任何的意圖 去禁制任何的社交媒體 我想大家要明白 社交媒體其實是一個工具來的 我們不會阻止一個工具的存在 我們現在針對的就是 有些人是利用這個工具 或者叫濫用或者誤用這個工具 去散播一些傷害到危及到國家安全的言論 那這個是我們針對的焦點 我們不是針對社交媒體的本身 其實針對就是背後發放 或者傳播 利用這個工具去傳播一些對香港 或者對國家有危害性的言論 我們不針對社交媒體 我們不針對社交媒體 或通訊軟件 我們不針對社交媒體 就純粹 我們不針對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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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進行 感谢观看